理论篇第十九 理智的智慧与生活规范 此章节 荀子详细探讨了 理智在个人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 他认为 理能体现人的道德素养 也是社会秩序的基石 荀子强调 遵循理智不仅有助于维护社会和谐 也可以促进个人的道德成长 理是怎么来的呢 人生下来就有想要的东西 想要却得不到就会去追求 追求的时候 如果没有一定的规则和界限 就会互相争夺 争夺就会造成混乱 混乱就会导致穷困 古代的圣王不喜欢这种混乱 所以制定了理合一来分配资源 满足人们的欲望和需求 让人们的欲望不会超过物质的限度 物质也不会被人们的欲望所压迫 两者相互平衡而持久 这就是理的起源 所以说理是一种养护 用草料和五谷来喂养牲畜 用五中味道和香料来滋味食物 这是为了养护我们的口腔 用花草和香气来清新空气 这是为了养护我们的鼻子 用雕刻和彩绘来装饰器物 这是为了养护我们的眼睛 用中骨和乐器来奏出音乐 这是为了养护我们的耳朵 用宽敞和整洁来布置房屋 用舒适和雅致来安排床席桌椅 这是为了养护我们的身体 所以说理是一种养护 君子既然得到了这种养护 还要注意区分不同的情况 什么叫区分呢 就是要按照贵贱高低 长幼先后 贫富轻重等等来对待不同的人 所以天子坐在大路上的高台上 这是为了养护他的身体 车上放着香草 这是为了养护他的鼻子 前面挂着错痕 这是为了养护他的眼睛 听着和鸾之声 走着五项织布 跑着韶虎之躯 这是为了养护他的耳朵 养着龙旗酒油 这是为了养护他的信用 睡在丝皮虎毛上 穿着娇险 丝墨 迷龙的衣服 这是为了养护他的威严 所以天子的马药训练得很听话 才能安全地骑成 这是为了养护他的安宁 谁能明白 有时候要冒险牺牲一些东西 才能保住生命呢 谁能明白 有时候要花钱费力 才能增加财富呢 谁能明白 有时候要恭敬谦让 才能安享平安呢 谁能明白 有时候要遵守礼义文理 才能满足情感呢 所以人如果只看到眼前的利益 就会失去长远的利益 如果只看到眼前的危险 就会失去长远的安全 如果只看到眼前的懒惰 就会失去长远的稳定 如果只看到眼前的快乐 就会失去长远的幸福 所以人要遵循礼义 就可以两全其美 要顺从情形 就会两败俱伤 所以 儒家要教人两全其美 莫家要教人两败俱伤 这就是儒莫之别 里有三个根本 天地是生命的根本 先祖是种族的根本 君师是智力的根本 没有天地 哪里来的生命 没有先祖 哪里来的后代 没有君师 哪里来的秩序 三者缺一不可 否则人们怎么安居乐业 所以礼要尊敬天地 感恩先祖 忠于君师 这就是礼的三个根本 所以 王者要祭祀天太祖 诸侯不敢忘记 大夫是都有自己的宗庙 用来区分贵贱和起源 贵贱和起源 是根本之所在 交四是天子专用的祭典 舍四是诸侯共用的祭典 一直延伸到是大副阶层 用来区分尊卑和大小 尊者尊是尊者 卑者卑是卑者 大者大是大者 小者小是小者 统治天下的人 要祭祀七代先祖 统治异国的人 要祭祀五代先祖 统治五成之地 约二十五公顷 得人要祭祀三代先祖 统治三成之地 约十五公顷 得人要祭祀二代先祖 没有土地只靠劳力吃饭的人 不能建立宗庙 这是用来区分鸡类 多少功德和恩惠 鸡类多了就能广施恩惠 鸡类少了就只能窄施恩惠 大祥是最隆重的宴会 在最高等级的玄尊上 供奉酒水 在肉盘上放着生鱼 在汤盘上放着大羹 这是为了表现饮食的根本 像是一般的宴会 在玄尊上供奉酒和甘露 在米盘上放着鼠祭 在饭盘上放着稻粮 既是祭祀先祖的仪式 在大羹上放满各种副菜 在米盘上放着鼠祭 这是为了尊重根本亲自使用 尊重根本叫做文 亲自使用叫做理 两者结合就成了文理 以归于大一天地之理 这就是理的最高境界 所以玄尊上供奉玄酒 肉盘上放着生鱼 汤盘上放着大羹 这是一个原则 不用贵重的酒气 不尝试完成的祭品 不吃臭味的食物 这也是一个原则 新婚的时候还没有发配音乐 祖庙里还没有安放神主牌 刚死的人还没有收拾好尸体 这也是一个原则 大陆上还没有摆设华丽的装饰 叫四十只穿粗布的衣服 三幅十先穿散布的衣服 这也是一个原则 三年的丧期 哭泣时不要回头看 清庙里唱歌时 每唱一次就要叹息三次 敲一下钟就要拍一下胸口 用珠色的弦来弹奏乐国的乐曲 这也是一个原则 所有的礼都是从简单开始 到精美完成 最后到和协统一 所以最完美的礼 情感和文礼都表达得很好 其次的礼 情感和文礼可以互相弥补 最差的礼 只能恢复情感而归于大一 天地相合 日月相鸣 四季相续 星辰相行 江河相流 万物相昌 好物相结 喜怒相当 如果按照这样做人做事 就会顺应自然 如果不按照这样做人做事 就会违背自然 顺应自然者治理有序 违背自然者混乱无序 顺应自然者安全无忧 违背自然者危险不安 顺应自然者生存长久 违背自然者灭亡消亡 小人不能理解这些道理 理的道理真是深奥啊 明家之说的坚白同意 这些细微的分辨都不能完全掌握 理的道理真是广大呀 墨家之说的典制纰漏 这些随意改变的主张都不能完全包容 理的道理真是高妙啊 道家之说的爆满字字倾诉 这些放纵自我的行为都不能完全超越 所以绳子一旦拉直了 就不能用弯的来欺骗 秤子一旦挂起来 就不能用轻的来欺骗 规矩一旦设定了 就不能用不合的来欺骗 君子一旦明白了理 就不能用诈尾来欺骗 所以省子是直的极致 秤子是平的极致 规矩是方圆的极致 理是人道的极致 然而有些人不遵守理 不够理 这些人叫做没有规矩的人 有些人遵守理 够理 这些人叫做有规矩的人 在理的范围内能够思考问题 这些人叫做能够考虑的人 在理的范围内能够坚持原则 这些人叫做能够固守的人 能够考虑 能够固守 再加上喜欢学习 这些人就是圣人了 所以天是高的极致 地是低的极致 无穷是广的极致 圣人是人道的极致 所以学习的目标是要学成圣人 而不只是要学成没有规矩的人 理是用财物来表达心意 用贵贱来区分等级 用多少来区分大小 用隆重或简朴来区分级胸 纹理要多 情感要少 这是理的最高境界 纹理要少 情感要多 这是理的最低境界 纹理和情感要相互配合 时而变化 时而调节 这是理的中间境界 所以君子要尽力达到最高境界 尽量避免最低境界 而平时处于中间境界 走路或跑步或骑马或飞鸟 都不超出这个范围 这是君子的祭坛和宫殿 有这样的人就是适合君子 没有这样的人就是百姓 在这样的人中间 能够准确地掌握次序和比例 就是圣人 所以厚道是理的积累 大方是理的广泛 高尚是理的隆重 明智是理的完美 是说礼仪周到 效语恰当 就是这个意思 礼是用心于处理生死的事情 生是人的开始 死是人的结束 开始和结束都做得好 人倒就完美了 所以君子要尊重开始而谨慎结束 让开始和结束都一样好 这是君子的道路 礼仪的文化 有些人只重是生而轻是死 这是尊重有知识的人 而轻慢没有知识的人 这是奸诈的道路 而背叛的心态 君子用背叛的心态 对待自己的亲友 就慧绝地羞耻 何况用来对待自己 所尊敬的亲人呢 所以死了之后 要做好准备 在最高等级的棺材里 安放尸体 在肉盘上放着生鱼 在汤盘上放着大羹 在玄尊上供奉玄酒 在衣服上放着一批 在房屋里放着书房 碎帽 月席 窗子 济盐等等 让生死都一样好 一样好 就能让人满意 这是古代圣王的道路 忠臣孝子的极致 天子死了会影响四海之内 要通知所有诸侯 诸侯死了会影响整个国家 要通知所有大父 大父死了会影响一个地方 要通知所有事 事死了会影响一个乡村 要通知所有朋友 数人死了只影响自己的家族和党派 要通知自己的亲戚和邻居 犯罪被判死刑的人死了就没有影响了 不能通知自己的家族和党派 只能由自己的妻子和孩子来处理 棺材只有三寸厚 一批只有三岭 不能装饰棺材 不能白天出殡 要在夜晚偷偷埋葬 沿路上没有人哭泣 没有人穿丧服 没有人分辨亲书和时间的长短 各自回到平常的生活 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 这是最大的耻辱 李氏用心于处理疾凶的事情 不让他们互相干扰 在亲人刚死的时候 忠臣孝子也会感到悲伤 但是还没有准备好殡葬的东西 在哭泣害怕的时候 还想要活下去 还要继续生活的事情 等到真的死了 才开始准备殡葬的东西 所以即使是家里有钱有物的人 也要过一天 才能把尸体放进棺材 过三天才能穿好丧服 然后才通知远方的亲友 来参加丧礼 才开始准备丧礼的物品 所以最久不超过70天就要埋葬 最快不少于50天就要埋葬 这是卫石魔呢 因为远方的亲友可以赶得到了 所有需要的东西可以找得到了 所有要做的事情可以完成了 对死者的忠诚表现得很充分了 对死者的节操表现得很高尚了 对死者的文化表现得很完美了 然后在月初补一个吉日 在月底补一个目的 然后埋葬 在这个时候 这是义务已经完成了 谁能再多做些什么呢 这是义务还没有完成呢 谁能不做些什么呢 所以50天到70天之间埋葬 看起来是用生活中的东西来装饰死者 其实不只是留住死者来安慰生者 而是表达对死者的敬爱和思念 丧礼的一般原则是 变化而美化 行动而远离 时间而平复 所以死了之后要美化尸体和棺材 不要让他们看起来丑陋 出病和埋葬要远离居住和生活的地方 不要让他们干扰正常的秩序 丧期要持续一段时间后才结束 不要让他们影响未来的幸福 理事用断肠虚短 损有余意不足 达爱静之文 而滋成形意之美 所以美化或丑陋 音乐或哭泣 愉快或悲伤 这些都是反面的东西 但是理要兼固病使用它们 根据时机而举行或替换 所以美化 音乐 愉快 这些是用来维持平常和吉祥的事情 丑陋 哭泣 悲伤 这些是用来维持危险和凶恶的事情 所以美化的东西不要太华丽 丑陋的东西不要太简陋 音乐的声音不要太淫荡 哭泣的声音不要太惊恐 愉快的心情不要太放纵 悲伤的心情不要太沮丧 这是理的中间境界 所以情感和表情的变化 足以区分及凶 明确贵贱亲疏的节制 到此为止了 再多做就是过分了 虽然难做到 但是君子要轻视他 所以吃饭要量力而行 不要贪多 带带子要合适而行 不要过场 比自己高贵的人要敬重 比自己低贱的人要轻视 这是奸诈的道路 不是理议的文化 不是孝子的情感 是想要占便宜的人 所以喜乐或忧伤的情感 会表现在脸色上 歌唱或笑话或哭泣 或呼号的情感 会表现在声音上 草料或五谷或酒水 或饭菜或鱼肉 或豆菜或酒浆的情感 会表现在食物上 粗补或彩绘 或文枝或衣服 或丧服或丝绸 或草鞋的情感 会表现在衣服上 宽敞或整洁或舒适 或雅致或毛屋 或草席或木头 或枕头的情感 会表现在住处上 这些两种情感 都是人生下来就有的 但是如何断长虚短 博大浅小 增减类别 尽善美化 让开始和结束 都合乎规则和比例 足以做为万事的法则 这就是理了 没有遵循理 而修养成君子的人 没有人能够知道他们 所以说 性是人生下来 就有的本性和天赋 伪是后天学习 和培养的文化和理性 没有性就没有伪可以附加 没有伪 就不能让性自己美好 性和伪结合起来 才能成为圣人的名号 才能完成天下的工业 所以说 天地相合 才能生出万物 阴阳相接 才能产生变化 性和伪相合 才能治理天下 天能生出万物 但不能分辨万物 地能载着人们 但不能治理人们 宇宙里有很多生物 但只有圣人 才能分辨他们 事理说 怀着柔和的心 尊重百神和和山 就是这个意思 丧礼是活人 为死人办的 要把死人打扮得像活人一样 送他们走最后一程 所以对死人的事情 要像他们还活着一样 对他们的灵魂 要像他们还在身边一样 从头到尾都一样 刚死的时候 要给他们洗澡 梳头 喂饭 哭丧 就像他们还活着一样 如果没有洗澡 就用水湿梳子梳 三次头发就好了 如果没有浴缸 就用水湿毛巾 擦三次身体就好了 要晒住他们的耳朵 并戴上耳环 喂饭要用心米 哭丧要用干骨头 这都是想让他们 恢复生命的方法 要给他们 穿上平常的衣服 有三层厚度 腰带要松一点 不要扣上扣子 要盖住他们的脸和眼睛 头发要散着 不要戴上帽子或发饰 要写下他们的名字 放在棺材里面 这样就看不到名字了 只看得到棺材 放在棺材里面的东西 帽子没有装饰品 也没有帽线 水壶和茶壶是空的 没有装水 有席子和席子 但没有床和枕头 木质的东西 没有刻好 桃质的东西 没有成型 金属的东西 没有内部 声 鱼等乐器 都放在一起 但没有吹奏 琴 色等弦乐器 都张好弦 但没有调音 车子藏起来 马儿转过身去 这些都是表示 不会再用到他们了 把生活用品 都带到坟墓里面去 就像是搬家一样 但是不要带得太多 太完整 只要有个大概就好了 不要做得太精细 太适用 只要有个形状就好了 赶快把车子藏起来 金属和皮革 做的东西 也不要带进去 这些都是表示 不会再用到他们了 既然是搬家一样 又表示 不会再用到他们了 这些都是为了表达 更深的哀伤 所以 生活用品 只是做出外表而已 名气 只是做出形状而已 凡是礼仪 对活人的事情 要表现出欢乐 送死人的事情 要表现出哀伤 祭司的事情 要表现出敬重 打仗的事情 要表现出威武 这些都是从古到今 所有的君王都一样的 没有人知道 他们是从哪里来的 所以坟墓的外形 像房子一样 棺材和果子的外形 像板子和盖子一样 没有用丝绸做的东西 只有用草和树皮做的东西 它们的外形 像窗帘和帐篷一样 抬棺材的时候 要用木头和荆棘 做成一个架子 它的外形 像门和窗一样 所以丧礼没有别的意思 就是要清楚地 表达死和生的道理 用哀伤和敬重来送他们走 并且好好地埋葬他们 所以埋葬是要尊重地保护他们的身体 祭祀是要尊重地服侍他们的灵魂 把他们的名字和事寄写下来 是要尊重地传承他们的名声 对活人的事情要做好开始 送死人的事情要做好结束 开始和结束都做好了 就是孝顺的儿女该做的事情 圣人的道理也就完整了 刻意地让死人附着在活人身上 叫做磨 刻意地让活人附着在死人身上 叫做祸 杀害活人来送死人叫做贼 用最好的方式 让死人像活人一样 让死人和活人从头到尾 都合乎礼仪而喜爱善良 这就是礼仪的规则和方法 儒家就是这样说的 办丧礼要三年 为实魔呢 是因为要根据感情来设计礼仪 用来装饰人群 分清楚亲戚的亲属和人的贵贱 不能多也不能少 所以说 没有什么方法可以随便改变的 伤心的伤口越大 就要花越多时间才能好 伤心的程度越深 就要花越多时间才能恢复 三年的丧礼 是根据感情来设计礼仪 就是要表达最深的伤心 穿着简单的衣服 拄着竹杖 住在小屋里 吃着稀饭 坐在柴火上 枕着木头 都是要表达最深的伤心 三年的丧礼 二十五个月就结束了 但是哀伤还没有完全消失 思念还没有完全忘记 但是礼仪 就是要用之各时间来断绝它 难道不是因为送死人有个结束 活人也有个结枝吗 凡是活在天地之间的东西 有些有气的东西都有知觉 有知觉的东西都爱自己的同类 像是大鸟和大兽 如果失去了自己的伙伴 过了一个月或一段时间 就一定会回去找 如果经过自己以前住过的地方 就一定会停下来 在那里叫唤 在那里走来走去 在那里犹豫不决 然后才能离开 小一点的像是燕子和鸟类 也会有一段时间在那里啾啾叫 然后才能离开 所以有邪有气的东西 没有比人更聪明 所以人对自己的亲人 死了也不会忘记 如果让那些愚昧无知 放荡邪恶的人来做 他们早上死了晚上就忘了 如果任由他们这样做 那他们就比鸟兽还不如了 他们怎么能和别人 一起生活而不乱呢 如果让那些修养高尚 品德良好的君子来做 他们三年的丧礼 二十五个月就结束了 感觉像是马车 一下子就过去了 但是他们却坚持做完 这不是表示 他们永远不会忘记吗 所以先王和圣人 就为他们设定了一个 中间的标准和节制 让他们既能做到合理 又能放下 怎么分呢 最亲近的人 要用一年来断绝 这是什么意思呢 是因为天地会变化了 四季会没有了 在宇宙里面的东西 都会重新开始了 所以 先王就用这个现象来比喻 那么三年是怎么来的呢 是因为要加强这个意思 就让它变成两倍 所以是两个一年 从九个月以下是怎么来的呢 是因为要让它不够一年 所以三年是最长的时间 粗步和小礼是最简单的礼仪 一年和九个月是中间的时间 上面用天象来比喻 下面用地理来比喻 中间用人情来比喻 人类能够和平相处和合作的道理 就都说完了 所以三年的丧礼是人类最文明的做法 这就叫做最隆重 这是所有的君王都一样的 从古到今都一样的 对君王的丧礼要办三年 为食魔呢 是因为君王是管理和分辨的主人 礼仪和道理的根源 感情和表情的完美 大家都要跟着他来表达最隆重的礼节 这不是很好吗 实理说 温柔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 那些君子啊 真的有当百姓父母的意思 父亲能生下孩子 但不能养大孩子 母亲能喂饱孩子 但不能教导孩子 君王呢 不但能喂饱百姓 还能教导百姓 三年就结束了嘛 奶妈只是给孩子吃喝的人 才三个月 慈母只是给孩子穿衣盖背的人 才九个月 君王是全面照顾百姓的人 三年就够了吗 有了君王就有秩序 没有君王就有混乱 这是最高的道理 有了君王就有安全 没有君王就有危险 这是最深的感情 这两种最高最深的东西 都积累在一起 用三年来办丧礼 还不够呢 只是没有办法再多了 所以社稷是祭祀土地神 祭祭是祭祀五谷神 交际是把所有的君王都放在天上一起祭祀 为什摩要为王者举行三个月的丧礼呢 原因在于 这是对王者的尊重与重视 这是表达我们对王者的敬爱与怀念 将他们从生活的场所送到他们最后的安息地 古代的君王们担心如果过程匆匆忙忙 就无法显现出对王者的敬重 因此特别规定了这段时间 他们规定天子的丧期为七个月 诸侯的丧期为五个月 大父的丧期为三个月 都是希望在此期间充分地完成丧礼的所有事情 并确保所有的仪式都能被完整地执行 所有的礼物都能完全地准备好 这就是所谓的道 也就是正确的行为准则 祭祀是表达心理想念和思念的感情 心理难过难受 而不能不时常想起他们 所以人们开心和和的时候 那些忠诚孝子也会难过难受 而想起他们 他们想起他们的时候 很大动作地哭泣 等到哭完了 他们对心理想念和思念的感情 就觉得不够了 他们对礼仪和规则也觉得不完整了 所以 先王就为他们设计了一些礼仪 让他们能够表达尊敬和亲爱的道理 所以祭祀是表达心理想念和思念的感情 忠诚 信实 爱护 敬重的感情都达到了极点 礼仪和规则也都做到了最好 如果不是圣人 没有人能够懂得这些 圣人明白这些 使君子安心地做这些 官员用这些来当规范 百姓用这些来成为习惯 在君子看来 这是人类的道理 在百姓看来 这是神灵的事情 所以忠 鼓 管 庆 琴 色 声 语等乐器 韶 下 忽 吴等乐舞 酌 还 朔 简相等乐器 都是君子用来表达他们喜欢和高兴的礼仪 穿着简单的衣服 住着竹杖 住在小屋里 吃着稀饭 坐在柴火上 枕着木头 都是君子用来表达他们哀伤和痛苦的礼仪 打仗有规则 判罪有等级 都是根据罪过来决定 这是君子用来表达他们厌恶和惩罚的礼仪 补师看日子 摘解清心 修整道路 准备桌椅 准备食物 说出注词 就像是要请客人一样 把东西拿出来都要祭祀一下 就像是要是吃一下一样 不要随便举起酒杯 主人有自己的酒杯 就像是要敬酒一样 客人走了 主人要鞠躬送行 换回平常的衣服 坐回原来的位置 然后哭起来 就像是要送别一样 多么爱上啊 多么尊敬啊 对死人的事情 就像对活人的事情一样 对不在身边的人 就像对在身边的人一样 虽然看不见他们的身影 但是却能够形成礼仪 透过深入理解和实践理智 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自我 理解他人 并建立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 这不仅是古代的智慧 也是我们在现代社会中 处理人际关系 解决社会问题的重要工具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这也是一种人生哲学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我愿文质地